2015年的CAS大展已经正式开幕了 今年最火的主题可以说是4K电视 那么特别是这个南韩的LG呢 展出了全球第一款的QLED 运用了首创的量子技术 来看中天新闻的独家报道 唯一一个推出创新产品量子点电视的韩国大厂LG 意外并没有在记者会上直接发表这款QLED 反而是低调的摆在展示摊位里 中天电视独家拍到这款 引起外界热烈讨论的创新产品 UF9400也是全球第一款运用量子点技术的电视 在LED上面铺上一层极薄的奈米晶体 最大卖点就是可以大幅提升色彩的广色域和饱和度 但因为CES面对的是美国市场 加上LG仍将主力放在OLED电视上面 量子点电视QLED的问世低调到让人差点错过 2015年虽然没有特别经验的产品出现 不过我们在现场很欣喜地看到了 包括4K电视穿戴装置或者是手机笔电 其实都走向了技术成熟的路线为主 而且价格来说不再遥不可及 不只LG推出加料版的4K电视 日本两大品牌Sony和Sharp也都以4K作为主题 Sony推出一款仅0.4公分当今市场上最薄的4K电视萤幕 比iPhone 6还薄 Sharp的主题则是超4K 也就是接近8K效果的4K萤幕 但真正让现场惊呼的却是他们43寸4K电视 定价750美元 惊人低价傲视市场 技术创新之外 科技大厂今年还有一个共同的主题 就是让你买得起 台湾笔电手机大厂华硕 在价格已经很低的基础上 推出进阶版的三款Transformer笔电 和两款Zenfone手机 评价产品也能有高阶享受 中天新闻采访小组来自赌城CES大展的报导